如果你不爱,就请别伤害 大家好,我是少年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女子爱太深的科幻爱情故事 日美号在处理完太空可押击后 他们在返航路上接收到了SOS求救信号 同时还有一段在太空中回荡起的苏联歌曲《蝴蝶夫人》 日美号的指挥员一万诺夫明白 如果真有人遇难,不能见死不救 因为日后自己飞船,如果遇难也需要人救援 所以在国际公约上就有一条 遇到求求信号必须无条件救援的条款 然而发出求求信号的地方被称为太空坟墓 是最危险的一片区域 很快信号增强了 于是海因子和他的助手米格驾驶引寻船 进入了这片由飞船踩海组成的小行星 两人找到了进入飞船的路口 随着他们的进入 发现这里渐渐有的新鲜空气和重力 一万诺夫要求他们在三小时内必须回去 两人在拖家太空服后 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在像宫殿一样滑地壮观的大厅 在大厅里有一幅巨大的女主人爱华的自画像 米格被他的美貌所吸引 这时米格看见女主人在窗户外的草地上 他跑过去 看见女主人撑了伞 随着一阵风消失了 海因子没有看见 他去向米格没有见过立体投影吗 突然 海因子背后出现了一个小天使模样的机器人 机器人重复着 夫人 午餐 准备好了 于是两人一路来到了餐厅 餐厅上准备好了一人份的食物 鲜花 红酒 米格看见红酒忍不住喝了一口 却很直接地吐了出来 他难受地发现 这些食物都是假的 当海因子推开门 一条走廊两边有很多房间 一万多负贷飞船检测信号 他说救救信号就在前方70米左右 海因子紧听了他的枪去搜房间 这时他听见了一间房间传染了八音盒的声音 海因子推门而入 看见桌上有一个小女孩模样的八音盒 并且八音盒满满地掉到了地上 女孩摔摔了 海因子本来想接住的 但是没有接住 接着海因子震惊而又沉默 就因为这个女孩想接了他10岁的女儿来名利 这一切似乎充满了诡异 而在这里的东西全都腐朽 破烂 米哥看墙上的照片推测艾瓦是个演员 过来他们在另一间卧室发现了一屋子的奖杯 因为罗夫他们查到了艾瓦的资料 艾瓦曾经是为独享众多荣耀的歌剧家 她是为贵族公主 从小就是天才女高音 被誉为世纪歌迹 后来她爱上了男高音明星卡尔罗 但是相爱不久 艾瓦突然失声一蹶不振 没有人明白她的感受 世界也不再围绕她转 后来在她和卡尔罗的婚礼前夕 卡尔罗被秘密谋杀 至此艾瓦也在大众事业中彻底消失 而即便到达了艾瓦的身份 她到底是谁发出的救救信号 还是摸不着头脑 因为艾瓦这些信息已经距禁一百年了 她如今应该已经死去了才对 米哥随后来到放衣服的房间 这些滑丽的衣服一碰都成了灰烬 突然米哥的背后又谈话声 她害怕又紧张地握紧手枪 瞬间转身 却看见艾瓦在接受众人的赞美 接着 他们全部看见了米哥 虽然艾瓦把手里的玫瑰花 放在桌子上便消失了 米哥大惊 因为这花是真实存在的 然而艾瓦洛夫的监控器里 并没有看见米哥所看见的一切 他们都不相信艾瓦刚刚在那边出现 接着 两个这头梯并分两路开始寻找 还因此用手电筒照亮昏暗的走廊 突然她看见了一个相机 她女儿的小女孩从天花板全是掉了下来 但她跑过去 地上却有什么都没有 艾瓦洛夫说求求信号在移动 于是他们更加确定有活人存在 米哥有些兴奋地想探索这位女主人 她的地方很脏乱 墙上女雕像的盐控 滴出了红色液体 可是此时日免豪周围的瓷掌增强了 他们不能久留 于是伊万诺夫下令停止搜救 乃和米哥置诺网文继续前进 他摔到了一坛液体里 结果在面前发现了求求信号的信号源 信号源是一架正在自动弹奏的破旧钢琴 上面有红色液体 滴打在琴键上 米哥走近 当他弹了一架钢琴 周围的景象瞬间全变了 变成了一座新花满地的美丽花园 艾瓦突然出现说了句 我爱你 卡河罗 然后吻伤了米哥 米哥立即沉浸在其中 而海因茨则来到了一个巨大的舞台 舞台下都是鼓掌声 艾瓦在舞台的另一边 当海因茨走近时 艾瓦突然转身把刀刺向海因茨 海因茨不可置信地倒地了 可就在这时 海因茨却仿佛回到当初 他送给女儿艾瓦丽 太空服的场景 艾瓦丽可高兴了 男一家三口开始其乐融融地吃饭 活不可爱的艾瓦丽说 要永远和爸爸在一起 突然海因茨发现桌上的鲜花 写得又盛开 写得又盛开 发现了一样的她 惊吓起来 在桌上的妻子也变成了艾瓦 原来一切都是幻象 也幸好海因茨没有先入幻象中 而是立马开枪与磁场进行反击 海因茨在路上 不断被那些天使机器人攻击 而米格依旧沉浸在 和艾瓦相爱的幻象里 无法自拔 等海因茨找到米格 看见她一个人在水潭里 自言自语 海因茨想上前唤醒她 却被掉落的各种建筑阻挡 海因茨继续努力 大喊的只是她的记忆 不是真的 突然场景一阵挑换 艾瓦再次桌陷在钢琴座上 周围的一切又扁回了花园 艾瓦告诉海因茨说 卡厄罗将与我永生 在我的记忆之中 海因茨质问她 为什么不能接受现实呢 卡厄罗已经死了 但艾瓦却认为 她让卡厄罗永生了 在她的记忆里 卡厄罗永远不会变心 回想起先前的一切 和所获得的资讯 海因茨询问艾瓦 你杀了卡厄罗对不对 原来这里的一切 就是艾瓦用自己的意识 一直到计算机后 制造出的猛直环境 通俗一懂就是 利用计算机控制磁场幻化 只要在这里生存的人 就会看见心里 最想看到的场景 然后被迷惑 从而留在这里消亡 艾瓦没有回答 而是重现了当初 海因茨女王艾瓦丽 穿着太空服 爬上屋顶去摔下去的场面 随后又让玩好的艾瓦丽 跑过来抱住了海因茨 海因茨当场哭着说 你还活着 太好了 可在看到那张卷夹服的照片后 海因茨拿起枪坚定地说 记忆不是用来逃避的场所 她打破了艾瓦模样的机器人 而将错位这里 就必须要将计算器的主机给毁掉 显然对方也有自主意识 而开始进行防御反击 海因茨根本不是对手 而瓷场的全面爆发 也让在外的伊万诺夫 被雷斯黑洞的吸力卷入 为了保命 伊万诺夫决定发射 分解大炮攻击 现在 只能放弃海因茨和米格的性命呢 在他们发射了分解大炮后 海因茨在分解中的小行星里挣扎 她看见艾瓦的立即投影 在尽情地高屋 她仿佛置身于万众瞩目的舞台中心 飞船最后也没能逃过性命 分解大炮没有完全摧毁艾瓦 至于海因茨则被推向了太空 从远处的角度观看小行星的彩骸 发现她竟在太空里 矩成了一朵玫瑰花 海因茨也并没有死去 而是潜伏在太空中 吹着吹眼前的花瓣 片名 她的回忆 你说人活着 如果没有记忆 是不是等于死去 那是不是有记忆存在 就是永恒呢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 好像都是对的 但正如海因茨所说的 记忆从不是用来逃避的场所 有些伤感的记忆 反而会让你充满动力 有些没有的记忆 反而会成为你的累赘 而这部作品对姬敏来说 算是有很大的意义存在 因为每个作者都必须 决定好自己的方向 就像辛亥生在尝试过很多种类后 最后还是确定自己的方向 就在爱情这一方面 而姬敏也是如此 她明白自己对梦惊的刻画能力 似乎比别人更加厉害 所以才会在1997年 除了金氏剧作 对姬敏我其实是又爱又恨 爱她的梦境故事 恨的是我脑子不太好 有时候观看一遍 我真的没明白内容 这是回忆三部曲的其中一部 强烈推荐你观看原片 我是少年 一会带一看片人生白胎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你们每一个评论少年都会观看 在时间续续一下近坑的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建议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